美奇桥 智慧运作时 心动然明白 任运自在的觉知 接下来的几个月美奇桥的生活沉浸于宁静稳定的阶段一心专精勇猛禅修 每天用完早斋不久他就回到偏僻的茅舍那里整个早上来回从经行不到的一端不行到另一端 经行不到成了他竭尽全力摧毁生死轮回的修道战场 他经行时网内专注到没有注意身体的位置也没有注意脚底接触地面 觉知是那么的投入网内观察 致使偶尔走出界撞到矮树丛 他也专注依旧平本能回到道上继续经行 整个心思全神贯注在意识流上 经行不到旁有参天大树 和弯曲下垂的竹子遮阴 在走到的一端 是一棵修长的梭罗树 美奇桥在树下 搭了一个简陋的竹台 公延热的中午休息和做禅用 这里是他钟爱的地点 这棵梭罗树 是雨林红木的一种 树身坚硬密实 鲜黄色的花 很惹人喜爱 花季时 整棵树点缀着黄点 落花 布满他那小小的禅修台 梭罗树柔和了坚硬和艳丽 象征着强壮和璀璨 就如美奇桥当下的心境 一天晚上 美奇桥得到一个蝉像 一幅湖面辽阔的景象 在他的心眼中开展 湖中金莲花盛开 浮在水面的莲花 带如牛车轮 薄薄的金花瓣 像柔软的轮幅放光 另外有一些莲花 花瓣紧紧合着朝向天空 高高地挺立在蔚蓝色的湖面上 像金色穷顶的庙 还有一些 则浅浅浸在清凉的水面下 它们的光彩荡漾过湖面 仿佛吹过金色的微风 湖水沉浸透明 湖底波浪形的淤泥 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有些莲瓣掉落下来 在湖面上飘浮 花瓣静在水中放光 芬芳 在空中弥漫 美其乔怀着敬畏的心静静的看着 这时一只小金鸭从天空飞下 掠过平静的湖面落在水上 在莲花丛里嬉戏起来 他着浮在水面的花瓣 很优雅的把花瓣转着吃 吃了四瓣之后 他急不再吃 满足的浮在那里一动不动 美其乔在湖边看得入迷 突然身体像一朵云般腾空而起 飘过湖面 飘到那只金鸭子上方 他张开两只脚跨坐到鸭子背上 一起上去时 他和鸭子融为一体 那一刹那他意识到自己就是金鸭子 接着他从定中退出来 恢复平常意识 美其乔回想着神秘的禅像好多天 思维着他蕴含的重要意义 金鸭子着石金莲花 莲花象征供养法宝 佛教圣道的心药 金意味着光 星光 花代表星光绽放 盛开 他领悟到 四朵花瓣是四圣道 趋向阿罗汉果道上 四个关键的结位 就像那只金鸭子 美其乔显现出智慧光明 领悟到 他将在这一辈子完成圣道 正得涅槃之果 美其乔知道 无论是往内意或往外注意 意识都遍及知觉的每一刹那 他所体验到的一切 没有哪一样是存在于意识之外的 既然所有抓取 想象和经验得到的现象 都是以意识而有 也就没有现象独立存在于心事之外 因此 对身体的觉知 是意识固有的功能 从根本而言 他观身是观察内在化的身体 这个内在化身体 是由生根取得的心理影像 意识自然遍及整个身体 与生根交集起觉之作用 身体感 只取身体为自我 主要是生根生起的心理影像 加上深系执着 对色相和自我的执着 的偏见而成 美其乔以任运自在和离职的心态 专注把身体看作是内心显现 意识的产物 可是如果色身只是四大的聚集 暂时组合而成 那么身体敢从哪里来 还有 看到身体腐烂分解的自然过程 是什么引发不尽的想法 是什么生起极度厌恶的情绪 美其乔专注内在化身体的腐败 他特别注意那些同时生起 赋予现象是可以或不可以的念头和情绪 此时 他保持没有偏见 离职的心态观察 让分别心自由操控这个最初的概念 接着 再对概念的诠释起反应 他是透过六根的回馈 加上内心的思量 识别知道自己这具身体 但是他接着感受到 这些概念是好是坏 是善是恶 他需要了解 为什么心创造这些影像 还有 心怎么赋予它们意义 修行至这个阶段 美其乔开始全神贯注观身引起的情绪反应 他这时已经精通于介入意识的态势 逆向意识程序的根源 因此他用同样的技巧 开始逆向念头和情绪支流 追踪它们程序的根源 他专注身体深度腐败的影像 直接摄取影像 不起概念思考 透过任运自在的觉知和明确的洞察力一起工作 他注意到一个厌恶感的本能冲动 从内心深处弹出来渗透到影像中 他保持着这个影像在知觉中 直到能知和影像合一 在这个同时 影像和情绪慢慢收缩 趋向内部 直到两者都全然融入意识心里面 然后彻底消失 他立即重新专注影像 以及随之而来的厌恶感 再一次观察到整个过程 认知形成 情绪冲动与影像融合 回到他的根源与意识的中心合一 然后消失 他越如此观察 影像和情绪变得越自然显现和退缩 最后 不必作意 影像和情绪自己退回心中 回到他们的根源 并且立刻在那里消失 美琪桥观身的修行来到关键阶段 在这个转列点上 新执着色深的根本原因看得一清二楚 当厌恶的本能感受 跟他的根源合一时 一个深邃的觉悟突然生起 心 自己制造厌恶和喜爱的感受 心 自己制造丑陋和美丽的看法 这些属性 并不真正存在于认知的对象中 是心 投射这些属性在影像上 然后自己欺骗自己 相信他们美丽或丑陋 喜爱或厌恶 实际上 意识流恒常沉静在影像 和由此生起的情绪的妄想上 他的心 无时无刻不在描绘影像 自己的影像 和外在世间的影像 然后 陷落在自己的幻想中 相信他们真实不虚 修行到这个层次 新本性那无量 虚空般的觉知 以及精细的洞察力同时运作 逐渐的 凝聚影像的幻象开始粉碎 意识流里面 各种各样杂乱的形象和片段 浮上来凝聚成影像 接着马上粉碎 然后再次聚集 粉碎 如此循环往复 身体的影像 一浮现马上就灭去 在任何欲望 或者看法完整形成之前 觉知的根源 已经照着影像 使他化为空 然后消失 身心 陆续以看似随意的各种方式 显现自己 但是全都一个 接一个 消融于空 身体的惯性概念要成为 形象 显示他们各自的特性 但是 他们还未明确在内心 形成之前 能知的核心 已把他们全部 化解掉 影像生 其孽去发生的 太快了 以至于是外在或 内在的概念不再相关 最后形象从意识中 闪动生灭 快到无法 分辨出影像的意义 随着每一个灭去 觉知就体验到更深刻的空 空于影像 空于对象的执着 一个极端维系 纯粹觉知的核心 这时在心中凸显出来 每一个新的影像 闪起灭去 心就更深刻感受到 他带来的空 从此以后 美琪桥的心 处于微妙的空和清明 即使色深还存在 他的觉知是空的 没有任何影像 留在心中 这个内观 让美琪桥整个 起了翻天覆地的蜕变 他确凿无疑的觉悟 这个真相 对意识流生起的影像 无知 结果引发厌恶和喜好的感受 他意识到 喜恶皆根 职与对身体 褐色像一个 出于本能 维系难以觉察 扭曲的认知上 当他把认知的真正依据揭发开来 彻底推翻其 正当性时 整个表象的外在世界崩溃了 对这些认知的执着也随之 熄灭 内心创造的 一切影像熄灭之后 新对象的执着也跟着熄灭 一旦心退出一切的感官纠缠 他整个存在 笼罩在一个深细清静的感觉中 最后 身体的影像 即使仅仅是色像 也不存在于美琪桥的意识范畴内 由于心中没有形象直取 美琪桥知道 他永远不会再投生色界 这时内心平常感受到的生理限制 和幻化的色身全部消失不见 他觉得自己消融了 往外伸展 与一切相容 仿佛跟宇宙一体 栖息在内 摆脱一切依赖的 是无上的空 清晨 光明 互动 或是蓬勾的 调物 与一切身